我们都知道女人她们天生就爱哭 当她们遇到一件鸡毛涮皮的小事 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 她们就会爆发出自己的情绪 从而把自己内心所有的痛苦都给哭诉出来 所以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区别 男人她们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镇定 因为在男人的心目当中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如果连自己在这个时候都会娇娇不安的话 那么她也就不配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 然而像以下这几种性格的女人 最容易成为男人的目标 一 性格温柔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每个女人 虽然她们表面看上去非常的强势 其实背地里她们的性格非常温柔 对待不同的人 她们就有不同的态度 然而像这种性格比较温柔的女人 最容易成为男人的目标 因为男人觉得像这种女人 只要自己在她耳边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 女人就会被自己给增幅 然而男人也能够抓住这种女人的软肋 所以一个女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 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 其次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当你成为一个女汉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再也没有哪个男人 敢去轻而易举地招惹你 二 幻想幸福 我们都知道很多女人 她们整天只知道在家里面追剧 什么事情都不做 整天幻想着自己能够遇到一个白马王子 然后骑着一匹白马把她接走 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非常喜欢幻想 并且很容易成为男人的目标 所以当一个女人要想在今后的社会当中 得到一份真正的感情 就一定要让自己拥有一定的信念 不管男人怎么对你 你一定要有一个态度 这个时候男人 她们即使再想去招惹你 也没有那个胆子 三 过于依赖对方 我们知道现如今很多女人 她们一旦陷入到爱情当中 就无法自拔 不管男人说什么 做什么 然而像这种女人 她们也非常依赖对方 整天都想和对方黏在一起 甚至有的时候 她们都想成为对方肚子里的回从 这样就能够把对方的一举一动 都了解得彻彻底底 然而像这种女人 她们一点组建都没有 所以她们很容易成为渣男的目标 同时当自己渣男 把这种女人给骗上床之后 她们根本就不会对这种女人 付出相应的责任 因为每个男人都知道 能够轻而易举和男人上床的女人 她们根本就不配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 四 处在青春期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青春叛逆期间 然而对于那些女人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她们都羡慕别人拥有男朋友 所以即使家里人一直警告她 千万不能够上了男人的轨道 可是她们根本就不往心里寄 总是和那些男人鬼混在一起 甚至有的时候 她们还会让男人对自己动手动脚 像这样的女人毫无疑问 她们和表女没有什么区别 同时她们也很容易成为男人的目标 所以一个女人的名誉 对于男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把自己交给了对方 否则她会影响你的一辈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